日前有民众报案 高雄小港医院有人在闹事 警方进行到场 发现一名男子似乎喝醉酒 居然拿着利器 在护理站烧扰医师和护理师 原警在现场一度和他对峙 就怕他做出伤人的行为 连同医院保全 一起把这名男子压制在地上 也赶紧夺走武器 来看一下稍早访问 原警一拥而上压制逮捕 原来这名无性男子因为生病 在小港医院住院治疗 要办理出院事宜时 他自称还没有完全康复 不想出院 甚至和护理人员发生纠纷 没想到酒后竟然持力气 到现场恐吓护理师 甚至扬言要报复 最后警方眼看劝阻无效 现场要喷辣椒水 医院保全则是趁机用甩棍 把他手上的力气打掉 和警方联手僵人压制 也解决了这场闹剧 杨俊先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